可能有一點無聊的東西 無聊啦 廢話 也都是展現出一些 他們這種白無聊賴的生活裡面 但他們的對話也有 一些小聰明的 在這些白無聊賴的生活裡面 都是有 一些幽默感 小脆味 可以說 剛剛都說了 他們去找Eva之後 決定 遊去Florida Florida他們都 希望 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轉一個新的環境 但 Eddie 在賽狗 賭博 好像賽馬一樣 好像在澳門還有 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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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狗 賭博 突然出現了一個 很戲劇性的轉字 很戲劇性的轉字 其實也是 到底是怎樣呢 我都希望各位聽到 聽完之後有興趣找回這部戲 可以看看 到最後我想 用一句句子 去賴一賴 一個思想 有人說過 去旅行 其實就是 在一個自己 玩厭了 住厭了的地方 去一個人家住厭了的地方 其實這句子 放在這部戲裡 其實我覺得是很 很吻合的 就是 你自己住厭了這個地方 然後你去到另一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 別人住厭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 那個地方其實跟你那個地方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樣 不過都是 好像頭兩套這樣說 我覺得最重要是 自己心態上的調整 是的 如果你的心態上調整得好的話 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去多些去觀察 身邊的事物這樣 你其實會有一個新鮮感 你不會去 那麽 那麽迷失可以說 那 也是 將這個思想套用回 在你現在住的地方 例如在香港這樣 那 如果你在香港那裡 你是抱著一個 一個到處都充滿新的 一個 調整自己的心態 很樂觀地去看這個地方 那其實 可能你就不會覺得香港那麽悶 嗯 就是最重要是 心態決定警戒 是的 沒錯 那今晚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那 就 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和大家一起落氣迷 好 各位高中晚安 拜拜